在疫情防控上,我们主要采取了以下四项措施 一个是建立疫情响应机制 我们与联合国和维和特派团保持密切的沟通对接 建立了海外维和部队疫情报告应急响应机制 密切跟踪掌握住在国和任务区的疫情防控情况和人员的健康情况 二是从严加强人员管控 我们加强海外维和部队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严密做好个人防护 组织疫情防控演练 严格审核人员进出营区 三是积极做好物资的筹措和医疗救治 次是严密做好派遣前准备和回国后的隔离检疫 派遣之前严格落实15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要求 所有的维和人员回国之后都严格按照要求组织隔离检疫 目前中国海外维和人员都处于健康的状态 谢谢